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节来破控和自沽的一举棋 我们来看一下棋盘 这是日本王作战决赛的一盘棋 是由赵志勋直白对王立成 现在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棋 这个棋当然是黑棋 如果能打上去当然是好 只是现在没有明显接材 那么因为一旦被对方提过来 接下来这边黑棋损失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惨重 是不是非常的惨重 那么这样呢 这个黑棋呢 现在不能给予开截 不能给予开截呢 但是这个棋呢 黑棋只要有一枚结材 因为白棋也没有结 黑棋打完以后白棋是没结 这个被提的话 白棋也是没法接受 没法接受 而如果沾上呢 那这个黑棋几乎就是先手便宜啊 这个木树便宜非常的大啊 这个白棋都得跟着硬 这个先手木树便宜呢很大 所以这个结呢 双方基本上也是出于一个啊 谁也输不起的状态 那么黑棋没有结材呢 那但是它可以利用这个结啊 来去破黑棋的 破白棋的空啊 破白棋的空 那么黑棋现在拖 这个当然从局部啊 来说这个破空的这个招法是不好的啊 是不好的 但是呢 如果是牵扯到这个结的话啊 这个白棋的就会小心了 普通说是这个 白棋扳 这个黑棋不好啊 但是呢 现在情况下呢 黑棋可以扳 这个地方黑棋只要损失不是太大啊 我先立一下 你现在呢 是可以吃掉我 但是我呢 只要是局部啊 不是太损 那么呢 就可以开接了 现在明显有个巨大的结材啊 你提过来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结材 这个必须得赢了 打完白棋没办法 如果退让的话呢 那么还是走成这样啊 这个 黑棋在这里呢 锁得很大啊 这里虽然有点损失 但是损失的呢 不是太大啊 以后呢 这个长等于还是先手 那么在肩底 这样呢 这里黑棋损失不大啊 能够把这个 先手拔一个这里 至少十目以上的便宜 这个还是黑棋是可以满意的啊 黑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白棋呢 不能按照普通的应对啊 因为现在呢 由于出现了一个结啊 这个普通的应对呢 这个方法呢 就不行啊 所以当黑棋拖的时候呢 白棋呢 还是要小心啊 只能选择了呢 退让 退让 走过自己 不让黑棋啊 轻易的这个出现大的结材 那么当黑棋利用这个结的威慑里啊 在这边呢 能够 就是说 走出比较好的舒服的棋型啊 那么这个破控呢 还是成功的啊 那么黑棋再搬 同样的道理啊 这个 白棋不能断 白棋断的话呢 就给黑棋出现了一枚打吃的结材啊 所以这个要是被人家这个 提掉的话 这个损失呢 也太惨重了 也太惨重了 好 那么白棋一看呢 由于这个结啊 始终是个负担 始终是个负担 那么呢 白棋呢 还是先把这个结消一下 打消一下 那么 黑棋通过这个利用这个结的威慑里啊 来破坏白棋右边这块控呢 应该来说呢 还是比较成功的啊 应该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 黑棋现在爬啊 这个不能让它搬起来 对 黑棋呢 再厚实地补一个 补一个 能够在白空中走成如此完美的棋形呢 当然归功于这个结的 这个威慑里啊 但是呢 白棋虽然在这边啊 冰棋是 确实是吃亏了 不过呢 还在这里能够 先手提一下啊 这个 收获呢 还是有的 收获还是有的 那么这个棋 刚才我们说了 有个冲断 所以呢 黑棋呢 还是要呢 再回头补一手啊 补一手 补一手以后呢 黑棋这个底下的控 还是依然呢 全守住了 守住了 这个地方虽然被它拔了两个 但是损失呢 还算好 末术损失还算不大啊 不大 那么 能够在这里连走两手 在白棋的控中啊 就是说走出一个比较 华美的棋形 应该来说呢 黑棋利用这个结啊 破白棋的控 还是比较成功的啊 比较成功的啊 这个也是利用结的 破控的啊 一种手法啊 一种手法啊 在这里呢 大家就是注意了 一定要把结材造好 不要去随便打吃啊 你随便打吃也能走 如果还是走成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出啊 这个地方呢 会白白的亏损一手棋 白白的亏损一手棋 所以 没有绝对的把握的时候 不要 没有绝对的结材的时候呢 不要轻易去打 好 那么如果说现在黑棋通过打结啊 那么破 白棋的控成功了的话呢 走完以后呢 白棋 大家看看啊 特别是这个纸 还是明显的 就是薄了啊 明显是薄了 那么 这个呢 白棋呢 也需要处理 那么白棋接下来 走得也很有意思啊 那么 智 智里这一 智孤啊 这颗纸的时候呢 他也充分利用了什么呢 利用了 我不是拔掉吗 拔掉了虽然木树啊 我们看去收获不是很大 但是首先棋呢 变得很厚 棋变得很厚 而且呢 棋一厚了 自然而然就会在这一代出现了 劫财比较多 啊 劫财比较多 那么你 你利用打结啊 来破我的空 那么白棋 哎 接下来还以颜色啊 他也利用结呢 哎 来自孤 看白棋现在先是拖 你搬啊 黑棋叫吃 白棋就做结 嗯 嗯 对于这样一个 骑行啊 这个拖了虎啊 这个大家在实战中呢 应该是经常能见到的啊 或者如果你想下 是经常能走出来的 是吧 因为你 这个人家欣慰 你小飞一挂他一走 你他不管是小飞当官啊 你身体都可以拖了虎啊 坐结啊 这个都是可以的 啊 那么想下成这种形状呢 很容易 那么 你走成这个形状啊 这个选择权也在你的手里 那么走成这个形状好还是不好啊 这个呢 一般啊 就是说 也很好判断 就是说你看看 你有没有 就是全局的厚薄啊 有没有劫财 说白了就是啊 就是说如果你像现在啊 白棋这样明显比黑棋呢 要厚啊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这种下法呢 往往是非常有力的一种造法 非常有力的一种造法 但是如果 这个 你比人家薄啊 或者说劫财明显 比人家少的情况下呢 那你这个下法呢 就是说呢 明显是可以说是过分 或者说是无理的啊 总之呃 做成这个结 那么呢 白棋呢 如果这比较厚啊 结材有力的话呢 还是非常呢 有弹性 也是非常有力的啊 一种制估的方法 那么黑棋肯定先提啊 虽然白棋也很厚啊 但是呢 毕竟这个结啊 你白棋还不是一手棋 威胁到这个黑棋啊 并不是说我提过来黑棋不走了 我就把你 哪里提掉了啊 因为你还得花一手棋再去开截啊 这个呢 对黑棋呢 这个 还是 就是说黑棋还是有回旋的余地 还是有回旋的余地 那么同时呢 白棋呢 也不能太乐观 太乐观 因为第一 你一手棋 不是提过去以后一手棋就能解决问题 第二个呢 这 虽然你厚啊 但是这几个子还是有不安定的因素 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这个棋啊 这个怎么样处理这块棋 这个字固啊 还是非常复杂的这个一个变化啊 一个变化 那么白棋冲 这个是劫柴 那么白棋呢 提过来啊 提过来 黑棋现在是找白棋截才是一时找不着 啊 一时找不着 那么呃 无故退让呢 肯定也不肯啊 无故退让 如果说你无故退让的话 那么白棋就越打越来劲啊 因为这一下 反而黑棋变得有点问题了 因为下一步白棋一手就解决掉问题 不像这样 下一手还解决不了 你白棋你从不好意思自己去沾上 那沾上的话这个做截就没有意义 所以黑棋呢 就是说 虽然没有劫柴 但是呢白棋一下子解决不了黑棋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呢 贴啊 威胁着你这一块啊 威胁着你这一块 就是说 你这块棋啊 这个 嗯 由于呢 还没有活啊 你这里呢也不敢轻 轻举万动了 把截做大 因为你再做大的话 我再走两手 那这块棋死了 是吧 也就是说 黑棋啊 在续截在 在续截在 这个 双方围绕着这个截啊 就是说 自估啊 于 这个打截啊 就是说呢 变得呢 比较这个 复杂啊 变得比较复杂 那么 白棋呢 还是先 没冲动啊 先冷静的啊 补一个 补一个 嗯 那里都是双方一手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么慢慢来 大家啊 你提呢 白棋他不担心 白棋截材是非常多的啊 这个地方一断 这个必须得硬啊 那么 棋选择了力啊 稳健一点啊 稳健的力啊 虽然你也可以 打完啊 走在这里 但是呢 这个地方啊 以后 被人这个 白棋再一尝啊 这个地方真的是 截材是没完没了了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黑棋呢 还是选择了啊 单立啊 健一点的 这个 把这里截材变少一点啊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啊 也没有 也没有着急啊 这个提截 因为提截的话呢 黑棋肯定呢 继续含蓄的这个长 以威胁你这个呢 而这个 嗯 跟你善变这个周旋 周旋 在这里啊 嗯 赵老师呢 下的还是很 就是说很敏锐啊 很灵活 就是他呢 不着急提 先靠啊 先靠 哎 这个局部呢 先便宜你一下啊 因为下部这个班 这黑棋没法忍受 那么呢 怎么退 这时候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啊 就平时这样那个郁节啊 先提啊 但有时候情况呢 不一样 他先 呃 机敏的这一虎 先把你这个长的这个 好扁啊 给破坏掉 你也没法消节啊 那么只有跟着印啊 跟着印啊 然后再虎 先交换两下以后啊 再把这个节提过来啊 这个地方呢 哎 白棋下的确实是 比较机敏啊 比较机敏 这个 这个 这样的话呢 白棋有了这两个交换 黑棋在接下来在这里啊 就不像刚才那样 能够藏出来 走出一个 舒服的棋形 而且虎了以后啊 这个就是说 同时呢 底下呢 还多出一个这个 点的余味啊 在这来说呢 白棋啊 下的是 就是非常的这个敏锐啊 稍纵即逝 如果随手一提 被人家一藏 那个情况呢 就完全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欲杰先提啊 是我们这个教科书中呢 都是先说的 大多数时候啊 当然都是正确的啊 但是围棋的变化是无穷的啊 但有时候来说呢 欲杰先提就不见得是好棋 所以呢 每盘棋啊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也可以稍微啊 思考 那么 三五秒钟 也许呢 你会发现其中的呢 不同之处 好 那么打结还在继续 那么这个自估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来看一看 好 那么 提回来了以后 黑棋啊 这个也不肯 肯定是不肯这个轻易的退着啊 那么黑棋继续找结 点 这个是结材 提回来 那么白棋长哎 这个先手保留 都很好 当做一枚结材用啊 提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还是 结材比较匮乏 那么 这样的话呢 这个 白棋啊 就是说白了 还是利用这个当初的后啊 这个 这个做结起来 还是让黑棋这个是头疼啊 那么黑棋呢 还是冷静的先拐 黑棋呢 等于就是说是想缓一步啊 缓一步以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 再 利用呢 争取在中间啊 能够制造出一些这个结材了 结材 但是现在呢 白棋把这个虎了以后 这里眼位同时藏了以后 这个地方啊 黑棋即使啊 要想杀白棋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白棋现在呢 不着急 开始呢 动手了啊 先点一下啊 先麻你一下 先制造出一枚这个 明显的这个结材来 再说啊 再说 这个棋呢 黑棋现在只有张上 如果张这个 白棋啊 肯定就给你打大结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你走过来以后啊 反正我找个结提过去 那你由于有了这颗纸啊 你这个就不是结材了 这个就不是结材 因为我这里以后一断打一拐 一打吃这一虎啊 这个这个眼位啊 就都是先手 是吧 这个眼位呢 就明显出了 你走这个呢 那我就消结了 这个就不是结材了 所以呢 黑棋呢 你看还是只有张上 那么白棋当然这两下交换呢 就先便宜了 那么便宜了以后呢 我就不找 由于这个拐是后手是吧 他这个还是结材 那么呢 他就不着急了 他先呢 从外面打啊 这个从外面打呢 这个 因为打输了 本身来说呢 对这个自身 这个 就好得多 因为你提了啊 即使你打赢呢 是沾上 那么我这颗纸 还是很管用的 以后飞出来啊 甚至于来说虎出来等等 这里还有冲的余味 有可能直接冲都有可能 而这颗纸和这样打结 就完全不一样啊 如果塞在里面的话 那这个性质呢就不一样 双方呢都种的多啊 至少白棋呢 支持你种的多 所以他打这个铁回来 然后再断啊 找这个结 这样呢 白棋呢 找个不用 找太大的结 就可以 那你现在如果沾上的话呢 那白棋就先把这里全便宜 吃了啊 吃了以后啊 这个 你虽然这个角呢 能不能活还不知道啊 因为你这样的话呢 白棋可以靠在这里啊 你要是用这个小尖呢 也不行 用这个小尖以后呢 这个地方啊 又会出现新的毛病啊 这个长的毛病 所以呢 黑棋一看 还是得硬啊 而且 而且即使这里弄完了 白棋还可以啊 这个清零的 这个黑棋所得啊 并不是太多 所以黑棋一看呢 无奈啊 还是得跟着硬 跟着硬 那么吃 白棋呢 再一提 白棋呢 再提这个 黑棋就 这个时候只有装上啊 这里没有劫柴了 这个被拔了 那接受 那这个白棋先手能打着一下呢 这个便宜还是非常的大啊 因为以后这里面想开截 还可以开啊 但是现在外面出头呢 增加了一个纸呢 那么搬上很大的忙啊 现在白棋呢 跑出来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注意啊 这一点 这个便宜还是挺大 因为点完以后 把黑棋这块棋 反而也给卷进来了啊 也给卷进来了 这个黑棋啊 也还是有这个 头层之处啊 那么黑棋 其实找不到好地方 那还是提吧 这个提总是要提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棋啊 特别这两个交换到以后 白棋就变得很轻了 这个呢 自孤啊 就变得很轻松了 很轻松了啊 这个因为提了以后 你黑棋就不好意思 沾上了现在 是吧 这个虎和这个沾的交换 这个黑棋就是 接受不了 那么白棋相对呢 就比较轻松了啊 白棋呢 先拐啊 拐本身也是一部很大的棋啊 也被黑棋贴到以后呢 这个地方啊 被缩挖也不舒服 那么等你黑棋贴出来 哎 那我先提一个再说啊 这个没事呢 提一下总是不愧 嗯 嗯 那这样呢 黑棋呢 还是啊 比较难把 如果只是说轻易的啊 就让这个白棋啊 跑了 这个 之孤成功了 那么黑棋呢 这个实地啊 还是不太够 啊 明显不够啊 这个中间的目数啊 还是非常的多 呃 来对白棋这块棋啊 发动追击 因为这个是有必要的啊 这个 因为 你不走呢 白棋再一冲断啊 这个黑棋就 不好 你不能打这个了 打完这个 它一打再一打 就不是结了啊 这个结什么 直接就给你拔起来了 所以黑棋还是要挤这个 白棋当然长 黑棋小尖啊 这个时候呢 呃 白棋当然也有选择啊 也选择 呃 如果说逃跑啊 直接从这一带跑出去啊 的话呢 当然是可以 嗯 不过呢 这个中间虎呢 也是非常大啊 这个白棋也很难办 你吃这个呢 它就顺势吃进来了啊 这个反而亏的 你要是去围呢 那它一接上啊 这块棋呢 还得补 那么这样的黑棋也全连通 全厚了啊 这个中央的目数呢 也少不少 那上面呢 黑棋在慢慢跟你游动啊 这个棋呢 还很 漫长 还很漫长 这时候赵老师呢 对这个至孤啊 心有 就是说 有把握啊 这个是 所以他干脆这时候再捞一票 长 这个长是非常厚实的下方啊 什么 棋非常厚 木也非常厚啊 结财也没有 就彻底呢 把上面啊 当做自孤了 就现在呢 黑棋由于很难往往走到大的地方啊 就是说像这么大的地方 那么黑棋必须对白棋上面发动严厉的冲击 如果不成功呢 那么这个棋啊 木数呢 肯定呢 就不够了 当然严厉的攻击啊 也就是说很容易呢 看得见 那么黑棋就只有贴 拐啊 打车 沾上 然后再飞啊 把白棋呢 整体全部呢 关进去 关进去 不过 对此啊 这个 白棋既然敢藏这个 自然呢 也呢 不害怕这个 呃 黑棋呢 这个 对于黑棋这样的手段 应该来说是有所准备啊 有所准备 毕竟白棋 哎 有一根救命稻草 就是这里面始终呢 有一个结 但是现在也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呢 由于这个地方越变越重了啊 这里一带就不是结了 这是包括拔这两个子都不是结 这个 那么白棋呢 要打结的话呢 必须呢 做出 本身结 本身结 这个棋 这样呢 白棋呢 才能 才是结财啊 不过好多消息呢 就是黑棋没有白棋 没有结 那么白棋啊 只要是有个结就行 先尖一下 这时候呢 白棋也不着急开 不用着急开结啊 就冷静的 先挡一个 当然着急开结呢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你打结的话 啊 这个本身结是可以的 由于黑棋 我们刚才说了 没有结财 是吧 那么呢 这样出去啊 不过这样出去呢 被它吃回来呢 好像这个 本身结找得太小了 本身结找得太小了 那么 这时候白棋先不着急啊 先贴 这样的黑棋呢 就不太不太好硬啊 呃 如果你扎个钉 当然是可以 那么它就开结 以这两枚作为结财啊 那你打赢了以后呢 诶 这两个 你这个打吃不着了 这个打自主要太大 你走这个呢 它就虎 你走这个呢 那这里 这个交换就不一样啊 这个白棋再立下去 这边黑棋呢 就变得比较危险 所以 黑棋啊 补也没棋补了 你补这里呢 那白棋就找这两枚结财 这个 多就可以 所以这时候黑棋一看啊 这个结总是撑不住 主要黑棋一枚结财都没有 干脆啊 这个黑棋一看就是说 能不能啊 这个是进查它 他先提一下 先提一下 你准备补这个结了 那这样呢 这个白棋也准备了好手 拖 自顾的好手 黑棋退 白棋呢 再 提一下啊 这个最后黑棋呢 要 忍回去 这时候白棋 再爬 这个 看上去白棋 非常的这个 危险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黑棋啊 那白棋呢是 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斑 这个呢 也没有 这个 呃 现在呢 白棋 呃 可以断啊 由于真子是 白棋有力啊 这样的话呢 呃 黑 黑棋呢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这个 因为白棋的气呢 就太长 那么现在退呢 也是一样 那么白棋 还是爬 还是爬啊 这时候黑棋 你斑的话呢 呃 白棋 它可以靠 赵老师早就看到了啊 这样的手段啊 这个呢 可以 正好呢 能够逃出 你没法冲了 冲了 它就可以 断在这里 跑掉 结果黑棋一看无奈的 只有斑这个 那么 白棋呢 再沾上连回 虽然啊 你爬回去有些木树收获啊 不过它 断啊 这个也是 纯状的好手 顺势呢 哎 再拐过来 还有这不好棋 注意拐过来以后这边 黑棋 还呢 没有活 哎呀 没有活 那么黑棋回过头了 一看啊 那上面不能走了 还得小尖 白棋 硬 做活 那么这样呢 回头还能把这两个子 救回来 吃回来 那么呢 整体 绕了一大圈 白棋成功逃出 哎 这里还吃掉了一个子 这个中间该捞的呢 也还 全都捞到了啊 这个可以说呢 白棋整体啊 自估成功啊 也呢 奠定了这盘棋的这个 盛事啊 盛事 虽然不是那么激烈啊 但是这盘棋呢 从黑棋通过这个结 以及白棋啊 通过这个结 来破空和自估啊 这个手段呢 这个手法啊 还是我们 值得我们呢 这个 学习的 还是值得我们这个 学习的啊 就是利用打结破空 利用打结自估 特别后面利用打结自估啊 这个就是说 哎 就是说 嗯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损失啊 而且呢 打结呢 也不要着急啊 非要一下子把对方打死打赢 只要呢 达到这个自估的目的 就可以了啊 这盘棋就是说 嗯 虽然不是那么激烈 但是呢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还是 非常的多啊 但最终呢 白棋呢 这个还是漂亮的自顾 获得了这盘棋的这个 胜利啊 就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那么嗯 希望大家呢 仔细呢 体会一下 好的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